第1318章 出事了 三位神族后裔算是明白了 这个哑巴亏 他们是吃定了 人 找不到 执法令 弄不到 这还怎么玩 尼大爸 最好祈祷一下 以后千万不要落到我的手中 否则我必然将你碎尸万段 林德伯格 牙齿都快要咬碎了 他最不能忍的 就是别人坑他了 关键是 坑得他一点脾气都没有 想发现 都没有地方发现 伯纳迪恩与阿尔昂纳更是满脸阴翼地 回到了自己居住的房间 罢了 这一件事先放下 明天还有考核 等考核结束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家伙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那个家伙也是要参加考核的 到时候他肯定混迹在其中 稍微观察一下 应该能发现 也就是在晚上十分降临 但凡有点人脉关系的新生 都得到了一个消息 本次丰饶学院 以及永恒时间学院的入院考核 难度都极大的加强 门槛等级对标2500级的强者 对于这个消息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普通的新生如丧考比 他们不认为自己能过 毕竟他们才2000级出头 一般也才2200级 而那些身份不简单的神族后裔 则是嘴角一勾 觉得有意思 他们大多数都是2300-2400级 考核难度对标2500级的话 对于他们而言算是有点小挑战 但想要通过考核 不是什么难事 也有一些神族后裔 觉得早该这么做的 在他们的眼里看来 众神学府是培养精英的地方 不是收留垃圾的垃圾桶 希望其他学院也能学习 丰饶学院以及永恒时间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不少新生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都纷纷选择了去其他学院参加考核 起码其他学院的考核难度方面并没有上升 而秦凡呢 当场就拎起了行囊 直接联系到米亚贝贝老师 这么晚了 你不好好休闲 打电话给我做什么 米亚贝贝看到魔法手机上浮现的来电显示 便是皱起了好看的带眉 她现在对于秦凡这个家伙 很没有好感 该怎么说呢 她身为老师 却从秦凡这个学生的身上 看不到对她的任何敬重之色 习惯将事情掌控在手里的她 不喜欢这种不受到她掌控的存在 众神学府在每个新生入学报道之后 都会配备一台魔法手机 这台魔法手机上面 自动配备有每个老师的电话 方便学生联系任何一位老师 而老师这边呢 也能根据手机的来电显示 直接浮现出学生的名字容貌 值得一提的是 这魔法手机只允许学生自己使用 别人根本使用不了 一旦使用 立刻炸毁 确保是本人打电话过来 贝贝老师 晚上好 我看咱们学府的网络论坛上 都在讨论丰饶学院与永恒时间学院的入院考核 难度增加了 这个消息是准确的吗 秦帆那温和的声音传来 如果只听声音 大多数都会认为 对面是一个帅气有涵养且温柔的青年 可米亚贝贝 经过短暂的与秦帆接触 却是知道 这家伙本质上绝对是一个滚刀肉一般的存在 对 米亚贝贝倒是没有否认 不过她没有直说 就是因为你秦帆要加入这两座学院 难度才临时提升的 她转口道 如果你是来找我帮你作弊 或者是让我靠关系 让你直接免除考核 进入学院 那么我奉劝你死了这条心 毕竟这是学院规定 连宙斯大人的儿女 来了都得遵守 你也不例外 秦帆文言 却是呵呵一笑 贝贝老师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我也不可能会让你做为难的事情 是这样的 我已经不打算加入风饶学院 以及永恒时间学院了 我去考别的学院 此言一落 米亚贝贝美眸瞪圆 脑袋似乎都荡击了一下 啊 这个家伙竟然说不打算加入风饶学院 与永恒时间学院了 这 这不行 米亚贝贝当即反应过来 赶紧否定秦帆 为什么不行 秦帆笑着问道 因为你现在可是两位祖神的意志代表 你不加入两位祖神所在教派的学院 去加入其他教派的学院 这像话吗 米亚贝贝沉声说道 为什么不像话 而且 我记得两位祖神也没公开承认过 风饶教派与永恒时间教派的地位吧 秦帆反问 这 米亚贝贝一时之间语致了 你别说 确实是如此 这两座教派唯一让人勾病的点 就是两位祖神没有认可 而且 众神学府的校规在这里是最大的 我看了一眼学生手册 上面说了 学生可以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学院 难道这校规不管用了 秦帆的话语说出 让米亚贝贝几经耿到脖子的话语 一时之间说不出来 因为人家确实有理有据 我可以问一下你 为什么临时改变了主意吗 米亚贝贝冷静了下来 轻声地问道 首先 贝贝老师 你对我的态度太差了 一点都不温柔 我怕加入了这两座学院之后 你给我小鞋子穿 秦帆第一句话 就让米亚贝贝好看的嘴角一抽 其次 两座学院的入院考核难度狂飙 我肯定过不了啊 那我就去加入考核简单一点的学院 总不能让我死磕吧 毕竟我确实是过不了难度那么高的考核 秦帆的第二个理由 也是让米亚贝无言反驳 综合所述 我想要加入其他学院 告辞了您 言罢 不给米亚贝贝说话的机会 咔嚓一声挂断了魔法电话 米亚贝贝呆呆地看着手中的魔法手机 这下子她知道 事情彻底失去掌控了 或者说 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将事情掌控住 她与那两位学院会长都想着 趁着这个机会 压压秦帆的性子 可如今才反应过来 主动权 其实一直都在秦帆的手里 她大可以不加入这两座学院 毕竟对于秦帆而言 加入什么学院都无所谓 都影响不到她 反而是丰饶学院 以及永恒时间学院 如果没有让秦帆加入 是这两座学院的亏损 出事了 两位 这一刻 米亚贝贝紧急联系了两位 正在美美泡澡的学院会长 第1319章 点菜 米亚贝贝老师 您说 出什么事了 擦着自己粉红色长发的南希丽雅 从浴室里走出 翘脸十分平静地问道 秦帆不打算报考丰饶学院了 而是考其他学院 哦 南希丽雅淡淡地应了一声 紧接着 啊 她反应过来 那张吹弹可扑的翘脸 浮现出了一抹浓浓的惊恶之色 这 秦帆竟然不打算报考丰饶学院了 什么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希丽雅的表情 一下子郑重严肃了起来 因为秦帆听说了 丰饶学院与永恒时间学院的 入院考核 难度提升了 所以她就选择加入其他学院了 米亚贝贝说道 南希丽雅 理由听着好简单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简单 才令南希丽雅感到无措 她怎么都没想到 秦帆会临时变卦 从一开始 你们两座学院的会长 就已经想错了 对于秦帆而言 她加入哪一座学院都行 可对于我们而言 却是必须要让秦帆 加入我们两座学院才行 主动权一直都是掌握在秦帆手里 而不是我们手里 米亚贝贝无奈地叹息道 听着这位老师的言语 南希丽雅沉默了下来 最终也是跟着无奈地叹息一声 加利蒂斯那边呢 她有什么反应 她的反应和你一样 南希丽雅 对了 两位主教的加急信封 在两分钟之前就到了我这里 我给你传达一下 两位副主教的意思 一定 绝对 肯定要将秦帆留在 丰饶学院 永恒时间学院 否则后果你们两个自负 两位副主教表示 如果你们两位留不住秦帆 那在接下来的主教选举大会上 他们不会再支持你们 米亚贝贝的声音落下 让南希丽雅的俏脸 瞬间阴沉了下来 她没想到 斯奈夫以及卡斯密尔两位副主教 竟然如此看重秦帆 嗯 她当然不知道 这两位副主教的重要宝物 可都还在秦帆手里呢 清廉灯外加命幼之盾 如果秦帆加入了其他教派 那这两件宝贝 就真的打水漂了 立刻联系秦帆 我要亲自与她商谈 南希丽雅 在挂断了米亚贝贝老师的电话之后 便是立刻吩咐自己的贴身女仆监助理 与此同时 一样沐浴出来的伽利蒂斯 也擦干净了自己的冰蓝长发 同样吩咐自己的贴身女仆监助理 让她联系秦帆于世 刚为小龙崽们吃完夜宵 躺在阳台 吹着晚风 看着天上星辰发呆的秦帆 先后接到了两个电话 两位学院会长 亲自邀请秦帆 前往那神星级餐厅 说是邀请秦帆吃饭的同时 顺便商谈一点紧急的要事 这让秦帆感到十分的莫名其妙 怎么了 这是 你也邀请了秦帆去最悦楼 南希丽雅问道 最悦楼 就是那神星级餐厅的名字 主要是因为这餐厅里 最大的那个老板 就是东方神剑那边 过来投资开建的 对 加利蒂斯轻点禽手 那顺便一起吧 南希丽雅轻声地说道 反正他们两位的目的都一样 既然如此 彼此还能打个照应 就在加利蒂斯 想要点头答应的时候 他们先后又陆续 接到了秦帆的电话 南希丽雅会长 我马上到最悦楼 加利蒂斯会长 你得稍等我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再与你商谈 两位美女会长 就这样大眼瞪小眼 有点搞不懂秦帆的操作 按理而言 对方同时接到邀请 只要是个正常人 就顺便和在一起聚了 正好一起商谈 解决事情 结果这个秦帆 让加利蒂斯一个小时之后 再来是什么意思 罢了 现在秦帆才是眼 他们也得听秦帆的 于是 南希丽雅 穿着优雅漂亮的浅红色长裙 吸引着餐厅里 众多男生的目光 坐在了秦帆的对面 秦帆先生 南希丽雅露出了温柔甜美的笑容 刚想开口说话 秦帆却是举起手 示意对方先听他说 南希丽雅会长 这顿饭是你请客吧 南希丽雅文言 当即点下请手 我主动邀请秦帆先生出来 那么 于情于理都该是我请 那就好 服务员 我点菜 秦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将服务员喊了过来 然后 在南希丽雅瞪圆了眼睛的 可爱表情下 秦帆足足点了 价值三亿仙灵币的 一大桌菜肴 这 南希丽雅翘脸都彻底绿了 这一刻 他明白 秦帆这事 将他当冤重来宰了 秦帆先生 您点这么多 吃得完吗 南希丽雅 强忍着心中的怒意 然后强笑着问道 我自己吃不完 但是 秦帆话音没说完 急 小悠便是率先 从受宠空间里钻了出来 然后是 小九 小汉 小燕 整整十只形态各异的小龙仔 就这么水灵灵地蹦跆了出来 看到餐桌上 那无比丰盛美味的菜肴 先是看了一眼主人 得到了秦帆的点头之后 小龙仔们 此刻一双玉手在桌底下 死死地攥着自己的裙摆 内心不停地告诫自己 忍住 一定要忍住 千万要忍住 小二十分钟过去 小龙仔们 也是将餐桌上的饭菜 给吃光光连汤汁都舔干净了 一点都不浪费 哥 小悠 摸着自己的小肚子 打了个小宝格 然后抬起小脑袋 刚好与南希丽雅对视在一起 鸡 小悠当即哼唧了一声 表示看什么看 没看过这么可爱的龙龙吗 南希丽雅好看的嘴角一抽 不过她没忘记正事 秦帆先生 停 秦帆又是抬手 示意对方不要说话 然后拿起手机 加利蒂斯会长 我在三十二号包间这里 可以过来了 很快 加利蒂斯穿着一身风衣进来 戴着墨镜 宛若一位十分年轻的时尚女郎 她刚坐下 连墨镜都没来得及摘下 点菜 秦帆就已经再次举起了菜单 看向了服务员 服务员 南希丽雅 加利蒂斯 第1320章 避风 避火 罪月楼今天的营收 可以说得上 是靠秦帆一个人支撑起来的 第一次点菜 三亿仙灵币 第二次点菜 还是三亿仙灵币 轻车熟路 精准点餐 秦帆仿佛就不像是第一次点单了 对于菜单里每个菜肴 简直是了弱指掌 可是南希丽雅与加利蒂斯 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敢不买单吗 但凡他们敢不买单 秦帆立刻起身走人 到时候 就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秦帆也不担心 对面两个不买单 反正他自己买得起 这一顿价值六亿仙灵币的大餐 秦帆与自家小龙仔 是吃定了的 又半个小时过去 小龙仔们都痴迷瞪了 一只只摸着自己的圆滚滚的小肚皮 撥着小屁屁 钻回了受宠空间内 也不知道是不是秦帆的错觉 又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没有任何战斗发生的原因 自家一只只小龙仔 都变得胖起来了 不过现在先不管这些事情 秦帆拿着牙签踢牙 这才满脸虚假感激表情的 看着两位美女会长 真是让两位会长破费了 下次可不要再这么客气了 两位美女会长文言 自己的小手又忍不住的掐自己大腿 忍住 一定要忍住 听说秦帆先生 不想加入我们丰饶学院 以及永恒时间学院 是因为考核难度高 对吗 南希利亚轻声地问道 她与伽利蒂斯一人花了三亿仙灵币 也总算是切入了主题 是啊 考核难度那么高 我肯定过不了啊 秦帆认真地点头 其实没事的 对于秦帆先生您 我们两座学院都可以开绿色通道 您只管参加考核 就算失败了 后面也可以通过补考进来 补考的时候 难度肯定不会高 以您的实力 随便过的 南希利亚赶紧说道 当务之急 是让秦帆回到学院之中去 那为什么我不去参加其他学院的考核 一次过呢 秦帆眼神奇怪地看着她 南希利亚文言 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因为太有道理了是这样的 秦帆先生 您对于我们两座学院的重要性 想必您自己心里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肯请您 一定要加入我们两座学院 加利蒂斯则是在这个时候出生 那我能问问 为什么忽然之间 你们两座学院的 考核难度加大了吗 秦帆问道 此言一出 两位美女会长当即沉默了下来 南希利亚尴尬地用手指 卷着她自己的淡粉色的长发 加利蒂斯则是低头看着自己的墨镜 他们总不能说 就是为了打压一下你的气焰 才故意增加考核难度的吧 这其实是巧合 秦帆先生 继续参加我们两座学院的考核 我们可以保证 一定能让你成功加入 南希利亚再度开口保证 没办法 上座下了死命令 什么意思 就是您只管参加考核 我们会将您的成绩 放在及格的名单中 意思是帮我作弊吗 噓 南希利亚赶紧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她左右看了一眼 幸好这是包间 服务员也没在 秦帆先生 您拿着这个东西 南希利亚将一枚 散发着玄妙气息的眼球 递给了秦帆 秦帆接过了之后 直接鉴定 法宝 避风珠 说明 按照至高神器 定风珠复刻而来的宝贝 专用于克制风系手段 明天的考核 副本名为小黄风领 秦帆先生 您拿着这个道具 便可所向披靡 南希利亚认真的叮嘱道 秦帆文言 表面上不动声色 内心却是一动 好家伙 之前宝莲灯 如今又出现定风珠 连副本都是小黄风领 明明如今身处于西方神界 但却到处都能见到 东方神明的痕迹 看来这座所谓神界的背后故事 与秦帆前世 所读过的明著神话世界 有很大的协同之处 甚至 东方神界那边 是不是也存在着 秦帆所熟悉的一位位神明 好 秦帆将避风珠收下 然后又看向了南希利亚 眯着眼睛笑问 南希利亚会长 这一枚避风珠 在考核过后 我是不是不用还你了 就当是你送我的 南希利亚文言 俏脸的表情都坚硬了一下 强笑着说道 呵呵 秦帆先生 您真会开玩笑 这避风珠 可是我家老师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对于我而言 是十分重要的东西 是不能送给您的 开什么玩笑 这避风珠 可是克制一切 风系对手的珍贵法宝 传闻那只高神器定风珠 连宙斯大人 亲自施展的风雷神术 都能直接消掉 虽然这避风珠 是复制访客的赝品 但用来对付同级的风系强者 那也是有着奇效的 而风元素 法系强者 在这神界的存在数量 可不少 南希丽亚 凭借这一件宝贝 当年就算是以一敌二 面对同等级的风系强者 都随便打真小气 秦帆无奈地嘀咕 南希丽亚不说话 他不得不小气 这玩意是真不能送 那加利蒂斯会长 你这边怎么说 秦帆看向了打扮时髦无比 满是成熟风格的加利蒂斯 闭火斗篷 给你 加利蒂斯轻轻地扔出了一批斗篷 秦帆拿在手里 鉴定而出 法宝 闭火斗篷 说明 至高神器屁火罩 复刻仿造而来 可对火系强者 有着绝对克制的作用 我发现 你们西方神界的宝贝 就只会复刻 仿制东方神界那边的神器来制造 秦帆将这闭火斗篷 收入自己的储物界 看向了对方 宝莲灯 定风珠 屁火罩 那是不是连盘古斧 人种带 火尖枪等这类的神器 都有对应的复刻 南希丽亚与加利蒂斯 彼此对视一眼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秦帆 他们不得不承认 在比拼神器法宝的方面上 西方神界远远不如东方神界 东方神界所拥有的 至高神器太多了 关键是 每一样都十分好用 以至于西方神界这边 都兴起了复刻仿造的风气 第1321章 认出 秦帆先生 这下子您看 此刻 两位美女会长 也是充满稀奇的 看向了秦帆 仙灵臂 他们花了 宝贝 也见了 态度 也彻底放低了 这么一看 他们原本 想要驯服秦帆 如今怎么 反而像是 被秦帆驯服了一样 算了 不管那么多了 以后只要秦帆 加入了这两座学院 那么 他们还有机会压制秦帆 毕竟按照校规 加入了学院之后 就不能轻易更改 到时候 秦帆不能再以此来威胁他们 两位美女会长都这么说了 我能拒绝吗 哎呀 其实两位美女会长 不用这么客气的 一个电话打过来 我也是会给你们面子的 好了 明天丰饶学院 与永恒时间学院的考核 一个在上午 一个在下午 我会按照时间去参加的 两位放心 秦帆笑着说道 两位美女会长文言 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然后起身离开 秦帆看着两位美女会长 那迷人的背影 内心却是沉思了起来 如今自己身上 几经有了四件宝贝 青莲灯 命诱之盾 避风珠 避火陡胖 唯一的遗憾就是 都他娘的是复刻品 不过没事 靠着这些宝贝 肯定是可以轻松通关考核副本的 只是在考核之后 秦帆必须要去更加彻底的了解一下 如今神界的情况了 一夜无画 一日清晨时分 秦帆准时起床 喂饱了自家的龙仔子 然后洗漱整理 出门直奔风饶学院 风饶学院的考核 是在上午九点开启 那么八点半就要到场 当秦帆通过传送魔法阵 来到了落座于云端海岛之上的 风饶学院之中 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片仙音营绕 云彩缤纷 充满东方色彩的美丽风景画卷 这是西方神界 怎么到处都有着 东方神界的风格与味道 秦帆都忍不住挑眉 按照秦帆前世 对于西方神话背景下的解读 西方神话学院 理应像是哈利波特电影里的一样 学院的建筑风格以及风景 应该都是偏向于 西方古朴宫殿类型 可如今 风饶学院所在的云端海岛 却到处都是东方神界的风格 不过好在那些建筑 虽然有不少古老的亭台楼宇 但也掺杂了许多西方宫殿 总之 令秦帆看起来觉得有点怪怪的 算了 暂时不管那么多 秦帆直奔风饶广场而去 就在那风饶学院门口 有着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那里 树立着一扇琉璃光门 只有通过考核的学生 才能踏入琉璃光门 进入到风饶学院里面 当秦帆来到了广场之中 发现这里参加考核的学生数量 确实有不少 其中 林德伯格 伯纳迪恩 阿尔昂那 这冤种三人组 也是出现了 站在了最前面 受到其他学生的注视打量 贾森伯尼 雪纳等神族后裔也在其中 安静地等待着考核的开始 这五位 应该就是最令人瞩目的存在了 本来是这样的 可随着秦帆的身影 落在了广场之上 刷 全场的转职者无一例外 全体都将目光放在了秦帆的身上 好奇 质疑 打量 轻面 等各种神色的目光 十分直接地看向秦帆 对此 秦帆早就已经习惯了 一路成长下来 秦帆已经不知道 多少次面对这些眼神了 所以 根本不可能对秦帆的心绪 有任何影响 他就是秦帆 同时获得了两位祖神 意志认可的特殊存在 现场有不少身份背景 不凡的神族后裔 之所以会选择加入丰饶学院 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这个秦帆而来 林德伯格 伯纳迪恩 阿尔昂那三人的视线 正好在这个时候 与秦帆对上 这一瞬间 三人宛若是来了心灵感应一般 一个机灵 脑海里闪烁起了一道光亮 昨天那个自称是 尼大坝的家伙 那个眼神 与秦帆的眼神正式重合 外貌 身体 性格等各方面都可以伪装 但是那一双眼神 却是极难伪装的 有时候分辨一个人的身份 看他的眼睛 是最快的辨认方法 是你 林德伯格 当即就叫出了声 他原本平静高傲的表情 在这一刻 变得争鸣可怖 无比的生气愤怒 伯纳迪恩 阿尔昂那 更是一样 嗯 面对这种 在昨日狠狠坑过自己的家伙 这三位神族后裔 如何能不愤怒 如果不是考虑到 这里是考核现场 外加是众神学府 不然的话 他们是忍不住 对秦帆动手的 三位 你们好 我与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吧 秦帆面对这三位 一下子认出他身份的神族后裔 却是丝毫不惧怕 更没有惊慌失措 只是淡笑着 发出询问P的第一次见 昨天就是你坑了 我们三亿先灵币 伯纳迪恩 身为好战的修罗族 脾气也是很难压制的 当即就指着秦帆怒骂道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这位兄弟 你有点过分了吧 我真不认识你们 我怎么就坑了你们呢 拿出证据 不然的话 我可是会说 你们诬告的 秦帆很是不满地 看着伯纳迪恩 而刚刚来到广场 便是听到伯纳迪恩说 秦帆坑了他们 三亿先灵币的 两位美女会长 动作一下子停止 然后彼此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 眼神之中的惊讶 好家伙 除了他们俩之外 竟然还有人 被这个秦帆给坑了 这个家伙 竟然这么能搞事的吗 证据 而听到秦帆说 要证据的时候 差点没把伯纳迪恩 给噎住 要是他有证据 都不用等到现在了 昨天就立刻将这个家伙 给捉拿归案了 正是因为没有证据 现在他才气得慌 好了 伯纳迪恩 停止吧 林德伯格忽然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神态回归了平静 然后制止了自己的同伴 阿尔昂纳也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 没有证据的前提下 愤怒争鸣 只会让自己的理智埋没 第1322章 小黄蜂岭 哼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天选之子 我看着也不怎么样啊 贾森伯尼忽然笑着高声道 他只看了秦帆一眼 便完全没有了兴趣 1500集 玉龙师职业 在如今这个难度对标 2500集的考核里 1500集的秦帆 怕是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站在一旁的雪纳 也是皱着一双冰蓝色的柳眉 脸上带着质疑之色 打亮着秦帆 他是在质疑 两位祖神的眼光 是不是太差了 以至于挑选了这么一个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家伙 来继承自己的意志 而站在琉璃光门面前 负责本次考核兼考的 米娅贝贝老师 则是轻声一叹 他可没有忘记 自己与秦帆的赌注 秦帆若是赢了 他得给秦帆送5000学分呢 至于周围的其他转职者们 仔细打亮了 一下秦帆之后 纷纷摇头 七 我还以为得到 两位祖神认可的家伙 会是如何一位 威风凛凛的傲视天骄呢 却不曾想 竟然如此普通 确实 1500级 你好歹提升至2000级 再进这众神学府吧 好了 待会不用看了 这家伙 怕是连考核里的第一关 都过不了 亏我那么期待 那么好奇呢 整半天 竟然只是个废物 显然 秦帆的等级与实力 太让他们失望 大多数转职者 都在想象中认为 秦帆理应是一位 有着卓越气质 超凡神威 天资赫赫的顶级天骄 这样才有资格 让两位祖神认可 然而如今亲眼看到了之后 却如同网恋奔献一般 见光死了 普通 不对 甚至可以说的上是太差劲了 连2000级都没有 要知道 普通背景下的那些新教徒 都是2000级起步 结果 你秦帆就这 也不知道两位祖神怎么想的 竟然选择这么一个废物 当自己的意志代表 对此 秦帆始终云淡风轻 殊不知 这幅完全无视他们议论的姿态 更让新生们觉得这个秦帆是真嚣张 而就在场上 有好几个新生 打算站出来 为难一下这个秦帆时 南希丽亚 也是在此刻轻声地咳嗽了一下 场上众多新生 这才安静了下来 一双双眼睛 也只能恨恨地瞪着秦帆 没办法 这位美女会长 别看他们长得漂亮甜美 可却是有着雷霆手段 但凡感得罪她 那以后在学院里的日子 可是真的一点都不好过 各位 早上好 我名为南希丽亚 是丰饶学院的学生会会长 废话 我也懒得啰嗦 我宣布 一分钟之后 入院考核开始 南希丽亚的工作风格 也是雷厉风行 丝毫不废话 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 便宣布 考核在一分钟之后开始 一分钟的时间 所有转职者 都开始清点起自己的战斗物资 当一分钟的时间结束 嗡 整个广场都闪烁起了魔法阵的光亮 下一秒 现场上千位转职者集体 被传送到了考核副本之中 一个弹窗 也是浮现在了每个转职者的眼前 副本 小黄峰岭 适应等级 1500-2500级 难度不可选 地狱级 人数限制 一人 副本背景 高的是山 峻的是岭 斗的是牙 深的是鹤 想的是拳 长的是成 鲜的是花 那山高不高 顶上皆清销 这成长不长 成难见深见 这见深不深 底中见地府 山前面 有鼓兜兜白云 一瞪瞪怪石 说不尽千丈万丈邪魂雅 黄沙风吹 鼠妖为患 万万小心 不用看了 这所谓的小黄峰岭 怕都是复刻而来的人造副本 当秦凡再度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副壮阔 却寂寥悲愁的荒漠沙土之景 风化消股 环境减易buff 进入小黄峰岭副本后 每一个闯关者 都会得此状态 自身防御属性削减30 受到伤害增加30 才刚踏入副本 不出意外 环境减易效果 便是直接落到你的身上 对此 秦凡微微一笑 直接拿出了避风珠 提示 避风之力开始发挥作用 风化消股效果 几倍驱散 提示 避风之力开始发挥作用 你将不会受到 黄峰沙暴的影响 提示 避风之力开始发挥作用 神地境以下 存在发起的风属性攻击 将对你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提示 避风之力开始发挥作用 神地境以下 存在发起的风属性攻击 将会被你千倍反弹 很好 秦凡微微一笑 背后龙翼一展 无视漫天黄蜂沙暴 直接开始翱翔 沿着小路 开始疯狂飞驰 副本之外 亲眼看着秦凡 直接拿出避风珠的米娅贝贝 都是满脸震惊地 看向了南希丽娅 老师 别看我了 若是我不将这宝贝交给她 让她来通关考核 那么她不会有半点犹豫 直接去加入其他学院 南希丽娅苦笑着说道 她也没办法呀 有了这避风珠 秦凡可以无脑地过这个副本 虽然说这座副本 没有关卡避障之分 按理而言 每个转职者在 进入副本之后 都可以忽略所有小怪 精英怪 选择指导黄龙 斩杀boss 但是 因为每个闯关者 都无法消除 风化消补的简易buff 以及那漫天的黄蜂沙暴 就注定了在这个等级的转职者 无法强行飞行 只能老老实实 一步步闯关过去 才能见到boss 反观秦凡呢 因为有了避风珠 无视简易buff 无视那足以将 2500级转职者绞碎的 黄蜂沙暴 直接飞行 忽略所有小怪 精英怪 直奔boss老巢所在 这步 南希丽亚 发现自己才一眨眼 秦凡就几经 来到了黄蜂洞门前 何方砸碎 竟然敢擅闯 你黄蜂老祖的洞府 不等秦凡迈步 进入其中 boss黄蜂大王 就几经满脸 震怒地驾驭黄沙风暴 从洞府里飞了出来 秦凡看着眼前的首领 发现对方 竟然还是人形姿态 身穿一身黄沙战袍 头戴黄金冠冕 手持一柄三叉戟 腰带一枚香炉 相貌英俊 气势逼人 正死死地盯着秦凡 眼神之中 可谓是有着骇人的灵灵杀意 第1323章 通关 科尘的奖励 人类 1500级 满寒愤怒 从洞府之中 飞出来的黄蜂大王 看到了门口处 站立着的秦凡 那两条眉毛一条 英俊的面容中 浮现出了一抹 深深的狐疑 显然 这位智商并不低的 黄蜂大王 看到秦凡之后 心里第一时间浮现的 不是轻蔑鄙夷夷 而是惊议不定 他自身的等级 是2500级 而麾下小妖的等级 2000级起步 结果眼前这个 才1500级的人类 却闯到了自己洞府面前 什么意思 难道说 这个1500级的人类 将他的麾下小妖们 全部给灭了 这怎么可能 他麾下小妖众多 其中精锐更不少 别的不说 只说 那嗜血残暴的虎先锋 就有2400级 实力与他对比 也稍若一筹而及 结果 你跟我说 被一个1500级的人类 给斩了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又怎么解释 对方能到自己洞府门前呢 小小的鼠妖 打扮得还挺像模像样 秦凡眯起眼睛 冷冷一笑 口气更是大的一批 就连外界 都浮现出了一抹奇怪的神色 这个秦凡 你才1500级 人家却是2500级 领先你整整1000的等级呢 可你竟然敢称 人家为小小鼠妖 你别说 秦凡越是狂妄 越是将这黄蜂大王给唬住 黄蜂大王狐疑地盯着秦凡 沉声道 阁下是何方神圣 报上名来 名字就不报了 你没有资格知道 另外 我之所以敢说 你是小小鼠妖 自然是因为我能看穿 你并不是真正的黄蜂大王 不过是一个被神明改住 扔进这副本之中 变成怪物不断轮回的可怜老鼠罢了 秦凡十分淡定地说道 一边说 一边目光看向远处 那漫天黄沙风暴 完全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这黄蜂大王一听 内心更是咯噔一下 浑身汗毛都立起 眼前这个才1500级的人类 竟然还知道这些隐秘 他说的没错 他当然不是真正的黄蜂大王 真正的黄蜂大王可是 能令西方神界之中 那些至高神明都头疼不及 无可奈何的强大妖王 其中西方佛国的某一位菩萨 更是被黄蜂大王割下了头颅 都无可奈何 而他这位黄蜂大王 不过是被人从黄蜂岭抓来这里 练成副本怪物的可怜小妖吧 眼前这个才1500级的人类 竟然能分辨出他的身份 恐怕来头非常不小 嗯 这只鼠妖当然不知道 实际上是秦凡单纯觉得 如果是真正的黄蜂大王 是不可能这么弱 才会认定他不是真正的黄蜂大王 笑话 前世秦凡熟读各种神话著作 对于诸多神话故事也是了然于心 那黄蜂大王可是让某位姓孙的家伙 都头疼不及的存在 尤其是那三昧神风 最是厉害 眼前这只才2500级的小鼠妖 怎么可能真是那黄蜂大王 行了 天机不可泄露 我问你一句话 你想离开这里吗 秦凡淡淡地问道 想 前辈 我想 到了这个时候 这只鼠妖也是装不了威风了 当即扔了三叉 赶忙单膝跪下 求前辈赐教 之后只要能让你重塑肉身 便可恢复自由 秦凡沉声道 这句话是以传音术说出 同时 绿柳 你应该能做到吧 秦凡以意念轻声询问 主人 可以 绿柳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如果绿柳还是灵魂巨龙 那肯定做不到将副本里怪物的灵魂收留 可如今他早已晋升至灵魂圣龙 留下一缕残魂 还是能做到的 秦凡可不是虎着鼠妖 而是真心想帮对方 原因很简单 终于让秦凡碰着熟悉的家伙了 就算对方是妖怪 那也是东方妖怪 就是熟人 不管怎么样 都要救一下此外 秦凡也正好有太多问题 想要问这鼠妖 感觉这鼠妖肯定知道不少情报 以便于让秦凡更好地了解这神界 鼠妖文言 也是果断 在米亚贝贝 南希丽亚的惊讶目光下 拿起手中的三叉戟 对着自己的心脏 就是猛的一戳 扑斥 三叉戟穿心而过 自身血量清零 鼠妖当即毙命 秦凡眼疾手快 伸出断臂 轻点在鼠妖身上 然后才起身 定 鉴于 你几成功斩杀副本首领黄蜂大王 恭喜你 通关副本小黄蜂领 通关时长 二分十一秒 一分钟之后 将发放通关奖励 请稍候 秘境之灵也是传来了提示 鼠妖的一缕残魂 也是悄然无息的 被秦凡隆入衣袖之中 问 一分钟之后 一道黄色光柱降临 一个以风沙铸造而成的宝箱 落在了秦凡的面前 秦凡直接打开 宝箱成功被打开 你获得了以下奖励 奖励一 真品升级券 五百张 奖励二 风沙克星称号 奖励三 仙灵臂 一亿 奖励四 风盾竹技能书 真神级 一 所有奖励几发放完毕 啊 奖励就这 当秦凡清点完这通关副本奖励之后 立刻傻眼 没有装备 没有材料 没有丹药 只有升级券 称号 仙灵臂 技能书 关键是那技能书 也不是自己能学的 一看就知道 是成风法师这个职业学的 不过该说不说 真品升级券竟然给了五百张 这岂不是让秦凡的等级 一下子就拉进到两千级吗 就是其他奖励太科尘了一点 罢了 这是一个入院考核 奖励不过丰厚也正常 毕竟是测试用的副本 而且还是人造副本 人造副本 在奖励方面 确实不如那些自然形成的副本 走了 秦凡很果断地离开 都懒得去等隐藏关卡 奖励这么拉胯 隐藏关卡就算触发了 里面的奖励估计也拉胯 问 而当秦凡从副本里出来的时候 便是看到广场上空空如也 没有一个转职者是出来的 正常 秦凡以二分十一秒的成绩通关 这会儿其他转职者 怕是才刚解决完 遇见的第一波小怪呢 第1324章 难以接受 空荡荡的广场 只有秦凡一个人 南希丽亚与米亚贝贝两位监考者 也是朝秦凡这边走来 那些考核者没有个十五分钟 估计是出不来的 他们亲自设定的考核关卡 难度自己知道 本以为最后的那只黄蜂鼠妖 能给秦凡带来点难度 却不曾想 这秦凡竟然连避风猪都没有用到 就说服了那只小妖自裁 真的是让南希丽亚感到十分无奈 秦凡先生 恭喜你以二分十一秒的优异成绩 通关了入院考核 现在我代表丰饶学院 欢迎你的到来 南希丽亚露出了温柔礼貌的微笑说完 她将丰饶学院的徽章 交到了秦凡的手中 同时轻声道 秦凡先生 既然你几经通过了这副本 是不是该把避风猪还给我了呢 秦凡看一眼南希丽亚 没想到对方这么急着 要回这件宝物 不着急 等考核彻底结束 我再将这个物品还给你 秦凡说道 说不定在下午的考核里 我还能用到呢 这一番话 让南希丽亚也是无奈了 对方这么说 她也不好强行索要 贝贝老师 别忘记了你我之间的赌注 我过了考核 得送我五千学分 秦凡笑着说道 南希丽亚听到了这一番话之后 有点惊讶地看向了米娅贝贝 她没想到 这位老师竟然与秦凡 还有这种对赌 放心 如果你下午的考核也能通过 这五千学分 我会送给你的 米娅贝贝轻声地说道 那就太感谢了 秦凡客气地笑着 然后抬起头 看向了半空中的攻坚 实况直播萤幕 只见画面之中 一个个考核者卯足了劲 在漫天黄沙里 拼命地杀怪前进 一些会飞行的种族 遇见天穷之上的狂风 也只能无奈地在地上行走 关键是 这个副本地图还很大 尽管这些转职者的奔袭速度 一点都不慢 可是赶路也耗费了不少的时间 而最后守在 BOSS门前关卡的那一只虎妖 更是令所有转职者 感到无比的头疼 不吃控制 不吃僵职 攻击欲望极高 且还会各种竖法 的生命值就会锁血十秒 然后 他的攻击伤害还高得离谱 自带极高的护甲穿透 以及暴击率 秦凡看了一会儿 发现许多考核者 都被卡在了这一只小首领这里了 你别说 如果秦凡没有依靠避风珠赶路 越过这虎妖 怕是也要得在这里 耗费不少的时间 不过虽然虎妖虽然强大 但也终归有实力强劲的存在 将其斩杀踩在脚下 比如说 林德伯格 阿尔昂纳 伯纳迪恩这三个 虽然他们当了冤种 被秦凡坑了钱 但在实力方面 确实是过得去的 贾森伯尼 雪纳等几位神族后裔 也毫不逊色 以很短的时间间隔 先后斩杀了那只虎妖 来到了最终 BOSS所在的地点 当然了 也有一些实力不计的考核者 发现实在是打不过虎妖 便赶紧拿出了传送卷轴 使用卷轴 离开了副本 还有几个倒霉弹 被那虎妖抓住了空隙 直接打断了传送卷轴的使用 然后被一刀截裹了性命 对此 米亚贝贝 以及南希丽雅的目光 都十分平静 入院考核的难度设定 注定了肯定会出现伤亡 这座小黄蜂洞副本 可是南希丽雅精心挑选出来的 专门针对秦凡的 只不过如今没想到 针对不到秦凡 反而是针对 到了其他考核者翁 而在秦凡观战的 津津有味的时候 偌大的广场上 也是凭空撕裂 出了一道道空间练习 很快 便是有着数道狼狈的身影 从里面钻了出来 一张张脸上 还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法克 这考核难度也太高了吧 这都不是普通的 2500级副本了 那一头虎妖的实力 哪里像是精英怪啊 这比我遇见过的 任何一只BOSS都强 早知道就不报考 风饶学院了 考核难度改这么高干嘛 真的是 这些转职者们 骂骂咧咧 从他们的骂声之中 就可以知道 那一头虎妖有多猛了 可谓是这八经的拦路虎 主要是 这几个失败者 在众多参与考核的学生里 实力都是很靠前的 他们的平均等级 都是在2300级左右 不说比神族后一强 但也弱不了多少 那些等级低的考核者 之所以没有失败 退出来 是因为他们 还没打到虎妖那里 等打到虎妖那里 怕是也要被劝退 南希利亚会长 您这考核难度也太高了 不合理啊 众多失败者站在一起 抱怨了一会之后 也是有人站出来 向南希利亚抱怨 南希利亚见状 带眉轻条 淡淡地说道 你们很不服啊 也不是不服 就是这考核难度太高了 确实不合理啊 南希利亚 却是轻蔑一笑 难度高 不合理 那为什么别人都能通关 你们却通关不了呢 那人赶紧反驳道 南希利亚会长 现在也没人通关啊 谁说没有人通关 我旁边这位 就是几经通关了的学生 南希利亚 当即看向了一脸无辜的情犯 刷 这个时候 心存怨气不断抱怨的众多转职者 才注意到秦凡的存在 而看到南希利亚竟然说 秦凡几经通关了 更是满脸不幸的神色 南希利亚会长 当我们三岁小孩呢 你跟我说 这家伙通关了 就是 谎话也不是这么编造的 南希利亚会长 他要是能通关 我直接吃好吧 南希利亚一边用手指 卷着自己的粉色长发 一边淡淡道 如果你们不信 可以问米亚贝贝老师 于是 这些转职者的目光 便是转移到了 米亚贝贝身上 米亚贝贝便直接点头 秦凡同学 确实是第一个 通过了考核的学生 此言一出 华 这些考核者 发出了华然声 神色无比震惊地 看着秦凡 嗯 从他们的表情里 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秦凡通关 小黄丰领副本的这件事 有多么的难以接受 第1325章 夸张的离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一个才1500级的御荣师 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通关了这个难度 这么高的副本 米亚贝贝老师 您怕不是在开玩笑吧 面对这如此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当即就有转职者站出来 发出了质疑 对啊 我就算是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他是怎么通关的 我们这些2000多级的人 都如此狼狈地退出来了 结果你跟我说 1500级的家伙轻松过了 还破纪录了 这我能接受 我真的怀疑 学院方面 是不是给他开了后门 其他考核者 自然也是跟着叫嚷 明显都不相信 秦凡能通关这副本 对此 秦凡只是神色平静地站在那里 甚至都懒得去反驳于解释 因为对这些家伙解释 根本没有必要 我没有在开玩笑 另外 请你们肃静 待会我会发出录像给你们看 但现在 请你们先保持安静 等待考核的结束 不要在这里叫嚷 米亚贝贝老师冷冷地说道 破约这位老师的威压 这些考核者 只能是神色愤愤不平地 停下了质疑 但看他们的眼神 就知道 他们很不服 偏偏这个时候 秦凡忽然看向他们 笑着开口道 我就喜欢看到你们这种想要打我 但又打不了 我的憋屈样子 哗 这一下子 宛若是点燃了火药桶里的引线一般 彻底地 让考核者们的脾气震怒了 这个该死的家伙 走后门也就算了 结果还如此的嚣张 等着 我肯定要举报你 我也举报 秦凡 别以为有人帮你作弊 就觉得高枕无忧 等举报成功 惩罚有的 你吃 众多考核者继续叫嚷 我说了 你们闭嘴 米亚贝贝冷冷地开口 她眼神充满森然杀意地 看向这群考核者 这让考核者们 不得不再次闭嘴 嘿嘿 气不气 然而秦凡再一次欠揍的开口 考核者们赶紧看向了 米亚贝贝老师 本以为这个老师 也会训斥一下秦凡 结果他此刻 竟然将视线看向了 实况直播画面 仿佛无视了秦凡的叫嚷 这 偏心 明显的偏心 不对 这都能叫包庇了 行了 到时候 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现在麻烦安静地等待考核结束 南希利亚会长此刻平静地开口了 至此 现场这才安静了下来 但这些平均2300级的考核者们 还是很不服 十分阴森地盯着秦凡 也就是 在这一般等待之下 后续有着 一个个考核者 陆陆续续地出来了 不过都是骂骂咧咧的 很明显 都是打不过不得不退出来的 当然了 也有不怕死的降众 明明打不过副本里的首领怪物 可就非是不信邪 不离开 最终下场凄惨 被那黄蜂鼠妖的风沙 给吹成了沙雕 彻底死在了里面 不过也有一些实力杰出的考核者 较为顺利地通关了副本 林德伯格在众多神族后裔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继情凡之后 第二个通关的考核者 通关时间是16分33秒 再就是到贾森伯尼 通关时间是17分42秒 雪纳 18分11秒 伯纳迪恩 18分44秒 二昂纳 19分02秒 其他的那些神族后裔也相继过关 当林德伯格从副本里传送出来之后 立刻就有好一些狗腿子 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恭喜林德伯格少爷 您成为了本次考核的第一名 不愧是林德伯格少爷 实力就是强劲 这个副本在林德伯格少爷面前 仿佛像是小儿科一般呀 众人真诚地向林德伯格道贺 林德伯格见状 也是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然后抬起双手 轻轻向下一压 说道 淡定 淡定 这不过是我的正常表现罢了 本来我还以为要掉出前十了呢 没想到却是能成第一 表面上一副谦虚姿态 实际上 内心可谓是被众人恭维乐开了花 贾森伯尼看了一眼林德伯格 自己成绩比对方落后了一些 不过他却是挑衅地看向了伯纳迪恩 不好意思 看来你又要输给我了 伯纳迪恩脸色阴沉 没有开口 作为兵神一族后裔的雪纳 对于这些鳄鱼凤城没有半点兴趣 他抬头看向了荧幕 那里也只剩下最后几个考核者在攻坚 两分钟之后 所有考核者都从副本空间里传送了出来 他娘的 这个考核难度真的是太难了 我通关足足耗费了25分钟 我光找路都找了10分钟 靠 你别说 这次好像只有一百五十个考核者通关了 真正意义上的精英考核了 众多考核者议论纷纷 他们的脸上有欣喜 有失望 有落寞 也有得意 好了 速箭 现在公布榜单 米娅贝贝老师看到所有考核者都从副本里出来 也没有半点啰嗦拖拉 直接选择公布榜单 华 不出意外 当这个榜单以全息投影的方式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看到了那排在第一名的名字 直接就是发出了哗然声 怎么是这个家伙第一 得意了好一会儿的林德伯格 看到了这个榜单的内容之后 当即就忍不住开口质疑 同时 他眼神死死地盯着那些朝他道贺的考核者 眼神阴沉无比 现在林德伯格想要杀了这些公伟者的心都有了 奶奶个腿的 明明不是老子第一 结果你们疯狂地给老子道贺 害得老子开心得意 暗爽了半天 现在榜单公布 却发现自己排在了第二 感情之前是白高兴了 更关键的丢脸啊 被林德伯格死死盯着的这帮考核者 赶紧有人站出来解释 林德伯格少爷 您仔细看榜单 那个秦帆的通关时间才二分出头呀 这成绩完全是作弊得来的 我们说您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 那没毛病呀 林德伯格一听这话 立刻看向了榜单后面的通关时间一想 发现秦帆的成绩果真是夸张的离谱 第1326章 没有自知之明 二分十一秒 这他娘的是人能打出来的成绩 不只是林德伯格 贾森伯尼 雪纳 伯纳迪恩等神族后裔 全部都将目光定格在了秦帆的通关时间上 然后他们的脸上都集体 浮现出了一样的质疑神态 紧接着 他们转头看了秦帆一眼 最后 将目光集中在了米亚贝贝老师 以及南希利亚会长的身上 很明显 这些神族后裔 需要一个能让他们接受的解释 对待这些神族后裔 米亚贝贝老师 以及南希利亚会长的态度 也是没有那么冷漠了 毕竟这些神族后裔背后的势力 确实是不容小觑 于是 请看录像 米亚贝贝老师也知道现在 不管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 也无法说服这些高傲的神族后裔 索性就直接放出 秦帆通关小黄丰副本的攻坚录像 然后 四 全体所有考核者在这一刻 包括林德伯格 贾森伯尼 这些神族后裔 集体地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录像的开头 秦帆才刚进入小黄丰岭 就直接拿出了一枚 散发着玄妙波动的珠子 当秦帆拿着这一枚珠子的时候 作用在秦帆身上的简易buff 瞬间清空 同时 秦帆展开龙翼 翱翔天际的时候 那些无比可怕的黄沙风暴 竟然全部都无法伤害到秦帆分后 这一刻 林德伯格 贾森伯尼等考核者 几经是明白了 秦帆手中的那一枚神奇无比的珠子 是什么了 避风珠 这个家伙手中竟然有避风珠 那不是南希利亚会长 专属拥有的好宝贝吗 怎么出现在了秦帆的手中 当即就有考核者发出了提问 而众多考核者 也都将视线看向了南希利亚 南希利亚会长有点尴尬的 轻轻咳嗽一声 然后说道 那珠子 确实是我送给秦帆同学的 华 得到了南希利亚会长亲口的承认 又一次的让人群炸开了锅 众多考核者难以接受 因为我看他顺眼呀 南希利亚会长只能是硬着头皮说道 实际上一点都不顺眼 他讨厌死秦帆这个家伙了 他向来是一个掌控欲十分旺盛的女人 可是他发现在秦帆身上 他掌控不了半点 反而还被对方给耍得团团转 不仅被坑了三亿仙灵币 请人家吃了大餐 还不得不将手中的宝贝送出去 但现在面对这么多考核者的质问 他也只能如此回答了 所以秦帆其实没有半点作弊 他只是依靠避风珠 才能如此轻松地通过前面的关卡 米亚贝贝老师在这个时候忽然开口 说明了一句 这 众多考核者哑口无言 毕竟在考核中 没有规定说不允许使用钉风珠 可这依旧有串通作弊的嫌疑 南希利亚会长您作为考核题目的制定者 却提前给了秦帆克制考核副本的道具 这也是属于作弊吧 林德伯格冷静了下来 冷冷地说道 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确实是有嫌疑的 但是 考核题目并不是我制定的 而是米亚贝贝老师制定 南希利亚会长却是微笑开口 十分淡定 根本不慌 此话一出 米亚贝贝老师也是直接点头 结果这个话头确实是如此 所以这不构成串通作弊 林德伯格听到这话 眉头皱起 贾森伯尼却是开口道 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 什么话都是由你们说了算 我们就算是想要求证都很困难 众多考核者们文言 也是纷纷点头 认同贾森伯尼的开口 在他们的眼里看来 这确实就是传通作弊 既然各位都怀疑我在传通作弊 那我倒是有一个不错的提 一直沉默的秦帆忽然开口说道 此言一出 众多考核者当即就用轻蔑不懈的眼神 看向了秦帆 在他们的眼里看来 秦帆这个家伙是十分无耻且欠走的 作弊就算了 竟然一点都不感到害嫂 更关键的是 他这种人凭什么能让两位祖神认可 还是说那两位祖神脑子嗅豆了 说吧 你有什么提 林德伯格沉生地说道 米亚贝贝老师与南希丽雅会长也看向了秦帆 紧接着他们俩彼此对视了一眼 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 米亚贝贝忍不住传言给南希丽雅会长 不知道呀 老师 南希丽雅会长怎么会知道 现在秦帆脑子里想什么呢 罢了 随便他去吧 以他那种不吃亏的性子 应该不会犯唇 米亚贝贝老师确实明白 秦帆是一个人精一般的存在 起码到现在 他就看到了很多人被秦帆给坑了 包括两座学院的会长 相信秦帆肯定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 只是 米亚贝贝老师的念头刚落下 结果秦帆的开口 却是让米亚贝贝老师 以及南希丽雅会长的眼睛都忍不住瞪远了 只听秦帆微笑着说道 各位之所以如此的针对我 觉得我是在串通作弊 说白了 就是不认可我的实力罢了 既然如此 那么很简单 只要我打得过几斤通关的各位 那么是不是就说明 我无愧于第一名这个位置了 所以我提议 接下来让作为第二名的林德伯格同学 与我打一场 只要我打赢了 那是不是就能让各位闭嘴了 此言一落 众多考核者的脸上 先是惊饿了一下 紧接着便是轰然大笑 哈哈 我没听错吧 你竟然要和林德伯格少爷 干假你打得过马你 也不看看自己多少精良 我的天 我两千三百级都不敢说 自己能打得过林德伯格少爷 你一个一千五百级的家伙 怎么敢的呀 牛逼 我发现了 这个家伙没有自知之明 小子 你不会拿了个避风珠过了副本 就觉得 其实是靠自己的本事过的吧 一声声嘲讽奚落 也是想起了 显然 秦凡的这个举动 在众多考核者的眼里看来 确实是完全没有逼数 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 第1327章 对战 林德伯格 2400级 职业 真神静 天雷法师 秦凡 1500级 职业 真神静 玉龙师 两者之间900级的差距 可想而知 他们之间的神性思维差距 到底有多么的离谱 甚至有人说 林德伯格单手碾压秦凡 都绝对不算夸张的说法 本来林德伯格是2300级的 但是通关了该副本之后 获得了100张真品升级券 使用之后 将自身等级提升至了2400级 真品升级券 道具 使用之后 可提升自身一个等级 备注 1000级以上 3000级以下可使用 秦凡也有500张真品升级券 但不知道为什么 秦凡没有使用 两者之间等级差距过大 以至于现场的所有转职者 对于秦凡所说出的话语 都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来 这个家伙竟然说要击败这个林德伯格 做梦呢 林德伯格更是气笑了 就宛若是见到了一只蝼蚁 竟然敢朝他这尊神明发起挑衅一般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的没有自知之明 别说是他 米亚贝贝 南希丽亚 也震惊于秦凡所说出的挑战之言 秦凡这个家伙 胆子这么大了吗 好好好 既然你这只蝼蚁都敢这么说了 倘若我拒绝了 岂不是显得我切斩懦弱了 既然你要站 那便站 林德伯格在气笑一声之后 也是神色冷漠了下来 死死地盯着秦凡 沉声说道 昨天这个该死的秦凡 可是坑了他一意仙灵弊呢 如今又当着众人的面 挑衅于他 心仇就恨互相叠加 林德伯格保证 必要当着所有转职者的面 将这个秦凡狠狠教训 碍于祖神意志地认可 他不会杀了秦凡 但绝对会以各种手段 羞辱这个秦凡 让他彻底丢脸 呵 林德伯格少爷 对付这种靠顶级宝贝 才通关副本的家伙 何须用您出马啊 让我来就行 我保证能把他收拾得 像是一条狗一样 服服贴贴 这个时候 一个2200级的转职者站了出来 谄媚一笑 献上殷勤 你别说 这个家伙虽然才2200级 但小黄蜂领关卡 他是通关了的 说明这个家伙的2200级 在本次小黄蜂领副本的通关成绩中 排名第12巴巴罗觉得 现在正是自己献殷勤的好机会 林德伯格看向了巴巴罗 上下打量了一下 正准备开口 可秦凡却是几经淡淡道 不管是谁来与我对战 我都无所谓 不过林德伯格你确定 要让这个家伙代替你上场吗 他要是输了 就等于是你输了 到时候 你别不服就行 此言一出 林德伯格眼神阴沉了下来 旋即冷哼道 按理而言 你这个级别的蝼蚁 是没资格让我出手的 不过看在你被两位祖神认可的份上 你的这场战斗邀请 我接了 兰西利亚会长 麻烦了 兰西利亚会长也是轻声一叹 旋即御手一挥 问 一个传送通道浮现 里面自称战场 谁要打架的 直接进去即可 哪怕只是两位真神进强者的对战 也是不容小觑的 要是直接在这里开战 动静可不小 兰西利亚直接就打开战场通道 让秦凡与林德伯格两个家伙进去 老师 这 他无奈地看向了米亚贝贝 放心 秦凡这个家伙 我虽然与他接触时间很短 但在昨晚商谈之后 我特意去查了 他来到神界之后的经历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个家伙先不说他实力如何 只说他的心 简直是黑到了极点 才刚到登神彼岸港口 就赚了一笔不小的仙灵币 后面来到我们西方神界之后 又直接开始设局 去坑那些城主 就他这样的一个人 是绝对不会甘愿吃亏的 既然他敢对林德伯格叫嚣 那么说明他几经有办法 放心吧 他不会输的 恰恰相反 得担心一下林德伯格 希望秦凡这个家伙 下手控制分寸 可不要将林德伯格给斩了 米亚贝贝老师轻声地说道 南希丽雅文言 担忧的心倒是放了下来 他并不是担忧秦凡的安危 而是担忧秦凡如果失败了 会不会让信徒们 质疑两位祖神的权威 毕竟秦凡是两位祖神 选择的意志继承者 而米亚贝贝老师都这么说了 他便没有那么担忧了 紧接着 南希丽雅在秦凡与林德伯格 前后进入了战场空间之后 便是一灰衣袖 将战场的全景实况直播镜头 给投影了出来 他是知道的 现场的这些转职者们 都想要看这一场比赛 可能在他们的眼里看来 秦凡接下来只要对决开始 就会被林德伯格少爷的 一道天雷轰炸 从而直接落败 定 这个时候 当秦凡与林德伯格 彼此遥遥对峙之时 头顶之上 也是浮现出了倒数的魔法全息数字 甚至都不给秦凡与林德伯格 彼此交谈的时间 林德伯格面对秦凡 神色平静 眼神蔑视 慢悠悠地从储物界里 拿出了一柄法杖 甚至都没有提前 给自己挂上魔法护盾 一看就知道 十分藐视秦凡可能在他的眼里看来 这场对决 也就是一秒时间决定胜负的事 哪里需要准备这么多 而秦凡这边呢 也是站定在原地 没有召唤自己的龙宠 同样平静地看着林德伯格 这就让外界的观众们 看得很不理解了 难道秦凡这是破罐子破摔了 连防御手段都懒得提前做好了 也就是在外界观众这般注视下 叮 清脆的铃声再次响起 宣告着十秒倒计时彻底结束 五雷轰顶 其家族老祖 作为宙斯麾下的一员大将 林德伯格自身天生 就无比清净雷属性元素 也是不出意外的转职 成了天雷法师这个职业 而眼下一出手 就是真神级技能五雷轰顶 轰隆 只见一道无比粗壮 裹挟着恐怖威能的巨大雷霆 就这么朝着秦凡树劈而下